好 那P2.5它其實對於我們健康的一個效應 那其實有一些研究也是有顯示 那不管是在像我們這個研究 它是以定出一個10 10個一個單位來做這個區分 每增加10的一個濃度 那它的肺癌的死亡率就會增加8% 那像心肺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大概6% 那總體的死亡率會達到4%這樣子 那會影響我們的壽命 那如果每降低10的這個濃度的話 它其實這個壽命就會增加大概0.61歲 那這邊的話就是說到一些短期跟長期的效應 那其實短期的話就是指著在24小時到一個禮拜內 我們吸入這個P2.5之後 我們產生了一些的反應 那長期的話就是指著數月或數年 那比較長時間的一個情況 的一個症狀 像短時間的話 有時候像我們氣喘病的病患 或者是一些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病的 那常常就是會引起它們的發作 又傳起來又咳起來這樣 那還有一些心血管疾病 那也會導致不適 那常常會就醫這樣 那死亡率也會增加 那長期的話就是 比如說我們的肺功能它慢慢下降 現在下降的情況就比正常 一般我們這個 相較於平常的環境來講的話 會比較多一點 那還有慢性之一款炎這些問題這樣 好那這就是剛才那篇的這個 有篇文章齁是在JAMA的文章 那其實也是齁 剛才說到 用看曲線就好了 就是每上升10的話 全死亡齁 就是大概4個percent 心血管疾病大概增加6個percent 肺癌的死亡率就增加8個percent這樣 那這邊有很多的研究 都有證實P2.5的一些危害 那像有些還有 追蹤長達18年的這種 一些的研究發現也是都會影響到 一些的 像心血管啊 心肺的部分的一些的疾病 那所以像這個 美國環保署它就是有提到 很多這個P2.5健康危害的一些 科學的證據 那剛才我們提到長期跟短期 那這個大概就是列表在這裡 那大概不外乎就是心血管 或者是一些 這個肺部的疾病都會影響 那另外比較危險的族群 那家中有兒童老年人 這些有一些慢性病的病患 這些都要注意 那當然要病患啊等等 這些它其實對P2.5的影響是還蠻大的 那尤其像孩子 兒童它有氣喘的問題的話 也是會導致會發作 那這個的話是有很多的一些的文獻 文獻 那像在這個英國 英國他們有一些大功能的調查 那這個如果它增加死的話 就是會導致這個冠狀動脈症候群 那個死亡率增加 那還有另外智力也是 就是在美國研究裡面 對我們認知老年人 他認知功能 甚至一些失智症的情況 它也是會影響 那甚至智力會衰退這樣 那這個下呼吸道的一個感染風險性 也會增加 所以他們都是以這個死 因為他們是有研究說這個 大概10以下 他們影響不大 但是10以上 這個單位 10以上的話 大概影響會比較大一點 好那另外有一些的 那個 一些數據 不管是歐洲 或者是說國際的一些研究 那其實 都會 都發現說 會導致一些自然死亡的一些風險 那這些成分 其實大概就是一些硫啊 硫酸鹽等等 這些 那甚至 新生的也是會 導致這個 體重下降一個情況 這樣 好那 我們各國 就是會有訂定這個P2.5的標準 那其實 這個不管是美國 加拿大等等 那像我們 國家的話 主要 是在 這個定 24小時平均只是35 那年平均只是15這樣 那就是 各國的一個 年平均的一個標準 那其實大概就是 可以做為我們一個空氣污染監測的一個指標 那其實我們常常在網路上看到大概都是超過還蠻多的 好那這個大概從網路上 或是這個 國建署他們所頒布的 那我們常常 有聽到 用顏色 用顏色來做區分 顏色 像 紫色是最不好的 紫色這個 為什麼 有時候 這個 濃度真的 比較高 新聞報導就是說 紫爆 那 那 這個 比較偏綠色跟淡色的 這個就是 濃度比較低一點 那 這些的 不同的濃度 大概分級 那我們大概就是 可以參考 依照這些級數 就是 出外活動 到底要不要 出外活動 踏青 郊遊等等 這些都是可以我們做一個參考 如果說 這種比較濃 濃色系的這些的 濃度 的話 那可能就減少外出 或者是說 你出去 這樣搭乘一些 大眾捷運 大眾捷運系統這樣 好 那就 掃開車 掃騎機車這樣 好 那 接下來就是有一些的文獻 給各位參考 那 像這個 在歐洲 歐洲 他們有做一些的 研究 那 他們是 呃 發現說在鋪五 五個 濃度以上的 那肺癌的風險發生率上升了 17.7% 那 這個也是 說到說其實 濃度越高 它其實不管 就是 發生率跟這個死亡率 那其實 呃 2.5的濃度越來越高的時候 那 這是肺癌的一個 發生率 發生率 那也是 隨之 升高 那 這個三角形 這個 實現它這個 三角形是死亡率 那這個 點點狀 圓圈圈 點點狀 它是發生率 也是一樣 都會隨 濃度升高 它的 比例也越高 好 那 這個 這個也是一個 另外一個研究 那 在英國一個研究 那 他們發現 呃 他們追蹤這些 肺癌的發生 比率 那 因為肺腺癌比例越來越高 好 那 這個把 這些 呃 民眾 那 有做一些分析 大概分析了八萬多個民眾 那 他們有把抽菸跟非抽菸把它分開 好 因為我們大概知道 當然抽菸這個 風險因子也是會影響到肺癌的發生 嘛 但是有一部分 就是沒有 抽菸的這些病患 那 他們發生肺癌的比率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 這個抽菸的病患 這部分 分 男跟女 那其實他 這個 比例上來講 差不多 好 但是非抽菸這一塊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發生肺癌的比率 好 那女生的話 相較男生比較高一點 比較高一點 那甚至他的腺癌 像腺癌的這個比率 好 這個 不管是女生 或是男生 那其實相較其他的 矮癌 那其他像這個 有時候 零狀上皮癌 小細胞癌等等 那這個 都會比這些 矮癌還要多 蠻多的 好 那 那主要其實也是發現說 女性似乎好像 都也許 這個空氣品質的一些的影響 好像 嗯 敏感性比較高一點 那 這個是中國大陸的研究 也是在去年 發表 那 這個 大家就看這個圖就好了 中國大陸他們其實 也是 這個 不管是沙塵暴啊 來講 或是說他們的工業 這個 排放的一些 空污啊 那其實 比較濃的這個 濃的顏色 都分佈在沿海 靠近沿海的這個 區塊的一些省份這樣 那他們就調查說 那 比較在西半部 比較在西半部 這些大陸型的地區的話 相較比較 空污情況比較少一點 那他就研究說 那這個如果肺癌發生 比喻是不是也是這樣 顏色的不同 那可以看到說 那 政府預期的 這些 比較 濃顏色的這些 的 區塊 也是分佈在這個 沿海 沿海的這些 的部分 這樣子 那這些沿海 這些部分 當然也是剛才對照 上一個圖 也是空污 比較多的一個情況 那相較於西 比較偏西半的 這些的 這些的區塊 那這些 發生的比例 都會比較少一點 那當然 他們 他們有做過一些人口 因為當然人口 也是都集中在這個部分 那 他們也有做這個人口的校正 人數 數量這樣 當然在 沿海地帶 人會比較多一點 那 也做了校正 那其實得到的結果也是 發生比率也是比較高一點這樣 好 而且他們又把這個 濃度又做分級 又做分級 那分級 那其實他們就有分 分六級 那從這個 0到60 分成六級 那可以看到 不管是 這一個 學者的研究 或者是說 WHO 他所定的一個 一些的資料分析 所以 可以看到說 濃度當然越高 他的 R就是一個 風險因子 就是肺癌的 死亡率的一個 風險因子 你看 就從4 增加到44 44%這樣 那 WHO的一個 資料顯示 也是一樣 從 這個個位數也是 上升到15% 這個風險 那所以其實 發現說 這個 濃度 鋪的濃度 甚至時間 也是會影響 這個肺癌的死亡率 那所以 這個是我 最後一張 slide 就是說 那我們知道這個 P2.5 他對健康的一些危害 那其實我們大概平常 我們生活上面 要怎麼樣去預防 或是說做一些的 這個 改善 那 那這個 國建署 他資料裡面 也有建議 就是包括我們的 食衣住行 預熱這幾個部分 那在吃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是 當然 能夠減少一些烹調 或者說你在烹調的時候 可以 這個 抽風機 打開抽風機 減少一些油煙 那 也少吃一些燒烤的食物 那我們知道 在外面一些攤販 那燒烤的東西 那個煙啊 一些顆粒 都比較多一點 是BBQ啊等等這些 或者說一些 中秋節日啊 等等這些燒烤 都會產生 蠻多的P2.5 那 那 第二個 在 1的部分 我們的 創意部分就是 還有建議說買一些環保的 一些的 服飾啦 那這些 環保服飾它裡面 的一些 衣服的 那個 物料啊 就比較 少用到一些 化學的一些 成分喔 那 就比較少 曝露到這些的 這個物質 那另外還有 水溶性乾洗電喔 那 這些乾洗電他們其實 就比較 比較少用到一些 化學的一些的 原料去 去洗 那這些化學原料 它其實會導致一些 顆粒的產生 那 住的部分的話 當然我們在家裡 就有一些 有機揮發的 溶劑這些 就是 減少使用了 我們的洗衣服 或是說在 在我們 住家自己裡面的一些 環境 打掃的時候 這些有機溶劑 這是要特別注意 那另外 濾化喔 濾化的一個 可以多種一些植物啊 那 它能夠 減少那些化學物質 那個 就是 初級變成次級 就是減少那些 合成的 產生 合成的顆粒的產生 那我們 型的部分的話 那就多 搭乘公共運輸系統 那 機車 就是我們 常看到有些機車 機車主 他們 這個機車可能排放 像 那個 那個煙喔 排放的煙非常的多 那其實真的 蠻需要定期檢查的 這些 騎機車的一些 廢棄排放的 情況 那 教育的部分呢 我們就透過學校教育喔 那 不管是我們自己 那 不管是家長 或者是 要做起 然後 還有在學校也可以教導 學生如何 減少這些 這個 自我 自我防範喔 那最後就是熱的部分喔 那 大家比較關心就是 拜拜的問題喔 那拜拜常常燒 燒紫錢嘛 燒金子 那這些的話常會 那導致一些顆粒的喔 P2.5啊 PN10的這些產生喔 那環保署也有 建議當然 呃 新陳哲林啦 那這些 省下這些錢喔 那可以做其他的 一些好 一些其他的活動啦 那幫助一些弱勢團體這樣 好 那還有減少一些鞭炮這些 好 那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在平常我們生活上 喔 可以來 預防 或是說來避免曝露到這些P2.5的一些 好 一些 改善措施 好 那我今天 就跟各位報告到這邊喔 那謝謝大家 那不曉得大家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提出來討論 我有看了那個 一些一些報告喔 那個 我們台中地區那個P2.5最高的地方 好像 台中市區裡面是在中民區啦 那 整個大台中市的話 好像在東四厚裡 那 東四那個地方在山腳下的那個 的 P2.5是最高的喔 啊 佐水溪那邊那個底 那個底部叫 那個竹山大概不知道去過嗎 竹山也是一個那個P2.5很高的地方啦 所以喔 不曉得說我們住高樓有沒有比較好一點喔 還是要住二樓 因為大概靠近馬路邊喔 在 三樓有 好像我有看過一些文章寫說 三樓會不會 就是說 是P2.5濃度最高 然後慢慢的往上撿 然後但是你住到一個更高樓 那三十老一雄喔 他可能 P2.5又會 又會再高起來喔 所以 我不曉得 那個啦 但是有比較確定的就是說 你住在大馬路旁邊啦 會比住在巷子裡面的那個 濃度還要高喔 所以住豪宅好像也不是什麼好事情的 好 謝謝 對 其實大概是跟 環境的 怎麼講 環境的污染源有點關係啊 就是環境到底 到底 環境當中 你生活當中哪些 比較容易產生P2.5的 一些的場所 比如說你旁邊 就是那個有工地啊 在建築 蓋大樓什麼 這種 P2.5的那個濃度 就會比較高一點 那有時候就是 像 當然廟宇啦 廟宇大概 那個 中研院有做過研究 也是比較 附近也是 P2.5濃度也比較高啦 就拜拜那些 那 當然 其實 高度的話 就 有時候 有時候是這樣 如果一個地區如果是盆地 像我們台中地區 它是盆地地形 那如果 那個 如果那個風啊 就是大氣的對流 沒有很 沒有很好的時候 那你好像就是 變成說 盆地 它就是一些 顆粒就飄在裡面 沒有辦法散出去這樣 那就比較容易會 激在那個地 地區這樣子 那其實也 有時候也是跟那個 氣候的那個 流通有關係 大氣如果 比較有流通的話 那比較不會 你 你產生一些 P2.5就比較容易 散出去啊 被稀釋掉這樣 那所以也是跟大氣 的一些 有關係 如果比較悶 比較悶 比較悶的話 就比較 不流動 它就比較容易會 產生 像 裡面也有提到說 那個 下雨啊 下雨是最好 減少P2.5的 一個 一個 情況 那所以我們 有時候 像前陣子有下雨 就覺得空氣 比較清新一點 對 那 所以大概是這樣 所以大家也可以 平常也可以上網 看一下 那今天的 今天的這個 P2.5的顏色 到底是什麼 然後可以作為參考 這樣